你是否正在用Zoom的这个应用程序来主持更开你的这个线上会议呢? 然后心上说可能有一些会议呢不是公开开放给所有的人 只是一些指定的这个会员能够来加入你的这个会议 你好,我是来自DNZ的Zabin 那主要在这个视频当中会跟大家分享 如果通过Zoom的这个设置,设置一个Zoom的这个会议ID 同一个时间你还可以设置这个密码哦 那你的指定的这个会员他们必须跟你索取两个信息 第一呢,你的这个会议的这个ID 然后再来你会议的这个密码 只要他们拥有了这两个就是information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登录你的这个会议啦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这个一步一步教学 那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就是开一个线上会议 用这个Zoom的程序的话呢 第一,你必须登录到它的这个户口 你必须先拥有这个户口的这个部分 那我现在已经登录了嘛 你可以来得到这个meeting的这个地方 直接点击schedule a new meeting OK,我们现在要添加一个新的这个会议的这个部分 topic的这个部分呢 你的用户全部人都会看得到哦 如果你去是邀请了其他会员 所以我可以建议你们就是放一个比较 就是正式的一个标题 那比如说我现在做的是Zoom meeting 就是sharing how to set password OK 那基本上我就放了这个了 OK how to set zoom password Zoom meeting password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会议的标题 然后在Description 你随意 你要写不要写都可以 OK 然后日期来说的话 时间点 记得要把时间点调整到就是你 就是之后的时间 如果你时间错的话 待会是设置不到的 OK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哦 如果你是一个免费户口 我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得到的话 是一个免费的这个Zoom户口吧 免费Zoom户口来说的话 它只有40分钟的这个 这个免费运用哦 那如果你超过来说的话 你就需要就是付钱的这个部分 呃 那呃 我现在来说的话 因为我Duration是一个小时 那基本上用不了 呃 我要用的是就是呃 把它换成是40分钟 40分钟也没有 最低是30 OK 是少于低于40分钟 好 我放了一个30分钟 那接下来呢 时间限制来说的话 你必须选择你的这个国家 我的是GMT加巴 马来西亚吉隆坡 然后呢 这里才是我主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你的meeting ID 跟你的这个password 你的密码的这个部分 呃 我会建议大家用 generate automatically 也就是每一个会议来说的话 他都会有给你一个新的这个meeting的这个ID 然后每次都可以啊 就是每次你要邀请他们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给发送给他们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password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自己想要设置一个password 都OK 那我刚刚已经是打个乱码了之后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个就是我的password 呃 你要不要想要让他们就是在waiting room 通常我会建议你们打勾 那基本上你还没开始之前 他会又会看得到就是说 诶他们在一个等待的一个房间哈 OK 那基本上直接点击save changes 好了 之后呢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这个meeting ID已经在这里出现了 然后你的这个security的这个password 也会显示在这里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就是邀请其他人来线上跟你会议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copy invitation 然后你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嘛 嗯 通常我们会直接把整个给抄了过后就是发送给我们想要邀请的这个朋友哈 或者是我们的同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客户啊 让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的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meeting ID跟password就这样子可以可以可以用哦 那到底在就是你的这个会员呢要来上这次会议的时候 他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比如说meeting ID跟password给到了他们之后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要来加这个会议的话 我来这里join meeting 我一定要填写对的这个meeting ID ok 名字我可以写 之后呢它一定会跳出一个password的这个部分 让我 让我填写 那我的这个password 大AS 然后 case sensitive 大小血要很重要 然后再join meeting join了之后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meeting还没开始嘛 所以我必须要等待咯 等到就是 嗯 它已经是开始了之后呢我才可以正式的加入到 这个就是到底你怎么样子能够通过zoom的这个地方 甚至一个有密码的这个会议的这个部分呢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呃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你成功能够加到你的这个会议密码的话呢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在下方留言点赞与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还在等什么呢 现在就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最重要的是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这样一来当我们在推出新的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立刻收到通知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记得到了